來看傳播團體公佈一會研究報告 顯示說臺灣現在本社的處理 設施兩年已經超過需要 也建議政府應該要對 完頭盤減量夠主要回收 作為來解決本社的問題 臺灣國管市鄉頂常會傳出本社 沒辦法消化處理的事情 雖然一空空三年 鄉頂也不提出本社處理 方案減透和點門正式 選擇推動本社臨會期 不過傳播團體會期不來三年 為止空一數年以來 沒有減少環境的增加 超過當時設定的減量目標價值 就發現說我們的廢棄物 並沒有減少 那臺灣的廢棄物產量 從2014年的2,800多萬噸 上升到2023年的3,300多萬噸 那這遠遠超過當初政府所定的目標 因為全球塞加共有新一次的談判就要開始 很多款團和國際款團合作 公報一份會期戰略化問題上新研究報告 顯示臺灣 真正有分化路退役 政府和各位各種處理兩齡 尤其中美目標前 等很多因素 又讓臺灣的分創幾期定得發生 從來貿易大戰 所以有很多台商回流 那我們的這個就間接導資 也不算間接 就直接導資 我們的製造業增加 然後是也可以細部增加 後來的新冠疫情帶來轉單效應 很多都是拿去當燃料燒掉 那在歐盟就是我們這幾乎處理方式的優先順序 應該是源頭減量優先再使用再利用 但是它的再利用包括能源回收 環環計策這幾年 射到飛機塞加再利用全民憲政家 不過用要全部都是收到 言說是飛機塞加的再利用 大部分是用稍微為主 無法避免進展的主管順序 也建議政府應該拆除源頭減量 跟主管回收到臺灣做 核心改革的策略 記者綜合報道